世界セクショック 數數手指對上次路賽 已經是一年多之前 今日香港5公里錦標賽2021 在大嶼山敵陰湖 erhö叢中心舉行 见到有很多长跑好手参加 大家这么久没比赛都非常兴奋和期待 今次在疫情下举办路赛 每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都需要有48小时内的阴性检测报告 才可以乘搭专车进入会场 运动员要戴着口罩在指定方格上准备起步 直到起步前15秒才可以脱下口罩 在男子5公里组别 运动员需要20分钟内完成赛事 起步声一响,赛事已经相当激烈 多名精英跑手力针头位 第一圈以黄稳俊,黄健俊稍微双双领先 直到最后路段,黄健俊以两秒之差 力压叶雅杰手名冲过终点 做出15分05秒成绩,赢得第一名 很兴奋,所以自己都很期待这个比赛 跑的时候都很紧张 而在女子5公里赛事方面 就需要在21分钟内完成赛事 开跑之后,Sher罗斯才跑出 罗影潮,屈指形并列第二 在进入比赛尾圈,罗影潮,屈指形反超前 两位跑手并列第一 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罗影潮最终拉开距离 以18分15秒赢得冠军 你觉得路赛和跑track的气氛有什么不同? 这一场比赛和现在的track race最大的分别是有观众的支持 当然是我们本身的运动员 都很有作法肺,虽然今天可能累了 或者湿度不太适合跑长跑的 但是都会尽力跑,因为大家支持 其实很重要 ил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